这一位选手是谁 野人 野人 那应该没有想法 而且他这个刷点应该算是 圣星医院对监管家来说 比较糊的一个点 对 那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相当于前期的话 雕刻家被迫处于一个 挂机的状态了 要去找一下第一个人了 哇 而且这个天赋带的也是好拼啊 对 并没有带底牌和挽留 带了一手风窗通极 并且狂暴愤怒和困兽 对 关键是他这把的亮点 是还带了一个拒钱 那这样子的话呢 有可能是想强行去留在遗产机了 对 他应该是要考虑说 祭导之后是要去强挂遗产 因为他本身猛男阵容的话 他的一个破坏进度比较慢嘛 就如果说能挂到遗产机的话 他滚雪球滚起来的话 他的一个密码机的干扰 是会越来越大的 但是在前期选择追击祭司的话呢 你要被祭司这两个洞 拉扯很久的时间啊 对 但他也没办法 他其实这个阵容的话 他只有祭司相对来说好追点 你剩下的话前锋要去追的话 还有很多层的博弈在里面 是 这样的话给到一刀一个加速又能上二楼 对 而且祭司的第三个洞好了 那现在的话这边也是进入一个非常长久的拉扯状态 监管者手上在有闪现的情况下呢 如果说一旦给出他一个合适的闪现距离 极有可能马上一刀带走 没错 但是因为毕竟盛行医院中场 这是祭司的加码 就是这个闪现角度还不太好给 对 前面这边直接闪现 进洞 这个这样的话拉近和救援者的距离 那现在的话也是把前面的板子提前拍了 暂时想往废墟的方向转 而且祭司手上没有动了 但是由于伊莲娜手上闪现已经交了呀 现在的话他要去依靠下他的雕像了 是 而且他这一环的话雕像可能续不上 如果再躲掉这一组的话 感觉就能牵制起来 这密码机的话就要奔着三台去了 对 而且祭司的下一个洞马上又充登好了呀 前面得用雕像去封封走位 尸体拿刀了 直接带走 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三台 对 而且后续的话 在监管者已经交了闪现的情况下 前锋 野人都有操作的空间 确实 不过这边有一个什么机会呢 他看能不能直接是挂在这个三板 三板这边其实是一压开的状态 对 那也不怕嘛 依旧就让野人来救 他是一个可以无条件的去卡尔明的角色 对 而且他这一波的话其实挂在这里 虽然说三板这边是压好 其实对于求人者来说是不亏的 对 他们不怕去挂在依旧位的 对 他等于说是给你造成了一点点的疑惑 刚才你感觉这一台差那么一点点 其实这台密码是一压开的 是的 只要现在佣兵不双倒 救下来之后 佣兵直接就地补这台遗产机 但是这边提前被夹了一下 如果要卡班军的话是有一波风险啊 对 看一下这个收一箱的博弈 双倒了 一定双倒 但是呢 好在佣兵呢 是可以去顶着这个小博命 把密码机晾开的 对 想替祭司扛 双快加线这边 哎哟 直接是开了二接 那这样的话还是一波双倒啊 是的 应该是沟通上稍微有一点点失误 因为刚刚的话 祭司和佣兵已经拉开一个比较大的身位了 应该回头的 但是这边感觉要打套路了 什么 你看看一下 他这里的话 祭司倒在鸟笼 外面一个野人已经准备好 OB了 他这一波弹反鼓的话很有可能是直接是能挣扎下来的 是的 那这样子的话还是想挂回原来的那张椅子 哎 直接撞 那这一波撞完之后 我觉得大概率是要被拱上来了 这看剧前 哎 下来了 对 这个时候再让野人帮忙去看能不能扛到 或者说依靠祭司置身的一个弹射呢 直接进鸟笼 因为手上有洞啊 哎哟 但是这一波拱直接拱偏了 再次挂起来 那这一波的话应该不好拱了 直接能挂上 对 而且呢 去往大门的这张椅子上挂 后续救下来祭司很难转进医院啊 必须得扛刀 对 这位子不好转 那现在的话呢 再通过象形坟场去干扰一下求人者的密码机 保证他们修的没有那么快 这个话 野人还要再过来救一波 这一波救下来的话 我觉得可能收益不是很大呀 呃 救下来 祭司不够 主要是两个人都贴过来了 对 祭司不够 那这样的话可以说两个人配合强谱 但是前方这边直接一个拉球被打断了 是的 控制战车 我的天呐 但是祭司这边还得续个搏命 看能不能直接打一个 对 如果前面 进不了板了 进不了板进不了 哎呦 那没事了 对 那这样的话祭司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倒 然后再看一下 野人这边还要帮操作 但是如果说这波帮忙操作 场上补密码机的人不够啊 得拖前锋自己啊 对 而且是傭兵的话 其实本身是个半状态 他也不敢说拖大的话 在那边顶着分场继续去修啊 是的 我的天 野人这边猪直接被打掉 那现在的话只要先打针对将祭司挂飞 接下来求人者这边状态非常不满的情况下 监管者手拿二接手有闪现 很快能续上节奏啊 对 但是前方这边拉了一个 哇 好多的球啊 对 但是被伊莲娜预判放下来了 对 这一波的话正面直接拉小陀罗的话 直接被预判了 是的 那现在的话直接 哎 我就 手里甚至想续个闪签 我的天 这波是一定要防了 就是也是不能给到求人者一点点机会 这个闪现交的比较保守 虽然说我们知道前方他其实球也不多了 对 然后直接一个二接十项将野人带走了 那不好说了 佣兵这一台能点开 然后剩下一台的话也差不多 对 但是比较难受的点呢 就是挂在这个点 还是可以去稍微干扰到一下密码机的 确实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要等压好之后 直接是顶着半状态过来救 那这样的话是有一波风险的 球者去外面选择前锋和用兵先回波状态 对 他们可能考虑到呢 野人救下来之后一旦能让他上珠 他是有一个二次牵制能力的 尽管就没有办法那么快去将他击倒 对 他这样的话如果是直接半状态 要卡满过来救的话 风险太大了 那这样子我觉得伊莲娜这边可以考虑必救啊 嗯 过半了之后逼救吧 过半之后比较好 对 过半逼救 优兵这边直接交互换过去抢命码机 是的 那这边 哎 这一刀 哎呦 又救不下来了呀 天呐 是的 那现在的话直接去把前锋 可以考虑牵远一点点 呃 先不用管前锋 直接如果能把这个傭兵直接处理掉的话 这把就撕抓在手了 是 傭兵手里也没有道具了 那这样的话手里还有雕像 再加个平A的话 傭兵是完全救不下来人的 对 前面吃到一个耳机一刀 直接死刮了呀 这个雕刻家的节奏 环环相扣一直在虚伤啊 对 其实前期的抓节奏来说还好 但主要的问题还是出在说 前锋和野人同时过来的时候 前锋那一波直接被打了个震射 还是比较伤的 对 当时他们是想打一个配合的 最好是让野人捞前锋去帮忙补装 对 他两个人过来的收益 其实是有一定风险的 他的意义是在于说 如果说前锋和野人同时能过来 好的 那么开局的话 邦邦是出生在圣母巷的位置 直接去往大门一板一窗的方向走 对 这个刷点其实对于邦邦来说 不是特别舒服的 关键点你看第一个人撞连点 如果说撞得不是很舒服 追不了的人的话 你要再往前拉会被拉很远 对 第一个人是佣兵 那这边应该也是看到了 是佣兵及时的拉走了 想去找一下这个队伍的突破口 剩下三个队友直接是中场会合 两个人擦肩而过刚才 那可以看到呢 博弈这边邦邦是带了一手插眼 去针对于盛心音乐 然后呢 自己的一个个人技能 个人的一个天赋点呢 是带了一手拘禁狂 带了通级并且带了风窗的 对 它这个天赋的话 也比较正常 比较传统 那这样的话是 但这边应该是鸟被炸掉了 直接是吃了一个实体刀啊 不过还好 祭司这边的话 已经提前给它布置好了 一个上下洞 那现在先把洞处理掉 那这一波相当于 也是去干扰到了祭司的密码机了 对 难道还好 这样的话先是直接拉出去 但是这样的话先是可能 要被秒的速度就比较快了 对 手里这边是有五个雷的 直接一波二连 怎么说 前面再插一个眼 将先知逼在这个位置 用自己的二连诈去找找机会 对 而且他这一波还有什么问题 他这里首先是被点架住了 转不出去 而且他会干扰到队友的 而且是一干扰干扰到两台啊 是的 直接去往大门 这边一板一窗的方向一挂 那边看到大洞了 先要把大洞处理掉 他防止前锋直接帮撞下来一波的话 直接进大洞了 是的 然后再扔一个雷 稍微去威慑一下佣兵 至少让他没有那么去他密码机了 是的 这样的话 这个邦邦的熟练度 还是得尊重的 是 那球眼者 这个位置吗 这个位置的话 如果说有祭司一波偷人的话 是有机会转进中场的 对 可能需要依旧位和祭司 去打一打配合了 对 而且这边很难受 直接一来压两台 怎么办 你这个救也不是 不救也不是 是的 而且博弈这边 应该是知道 小米的一个具体方位的 因为通缉了嘛 对 也是稍微去逼一下他的走位 让他没有办法去贴得很近 是 他这波倒的这个位置 其实对于球眼者是非常难受的 如果说你倒一个不干扰遗产机的话 那我这边旁边卡尔明或者不卡尔明 完全有办法去卖的 但这一波的话 你等于说压了两个人的遗产机 在外面密码机等于说 只有祭司一个人能动 是 那现在的话 场上的一个局势 对于邦邦来说 其实是很舒服的 对 再稍微去扔一下雷马 首先我先打针队 确保阿东的先知被挂飞 是 而且先知这个 呃 傭兵这个位置 其实不敢动 因为他这个通缉的话非常难受 我们都说嘛 通缉最怕通缉两个位置 一是一就位 二是接下来的一个突破口 我觉得还有第三个 冒险家 是的 那这个人肯定是要卖了 是 那其实场上的密码机呢 修的比较少 还加起来的话两台吧 对 不过对于球眼来说 好消息是什么 他这一波卖完之后 剩下三个全是满状态满道具 他不好追 对 所以需要一个勇士去站出来 牵制邦邦比较久的时间了 对 而且如果说是对对手 有一定研究的话 他是能大胆的猜出来 他可能是个风窗八卦阵 他只带了一个插眼 那对于邦邦后期的一个 转节奏的话还是比较难的 对 那现在的话 祭司也是将手上的这台遗产 给晾掉了 后续围绕小木屋这边去进行牵制 其实祭司的发挥空间 非常的有限 他得想办法进大房 对 他手里有洞嘛 直接是一个洞 打了一个穿墙之后 再去转进中场就可以了 而且他这样一波转点之后 既没有干扰到小房 而且他也是把刚才 前锋和佣斌的两台遗产解放出来的 是的 这里的话稍微炸到了一下 如果这个时候去追祭司 穷追不舍的话 可能会出问题啊 对 那这样的话 感觉他这个动作 是要去选择空场了 先把这个前锋赶走 对 而且把前锋 往自己的队友那里赶 前锋这边的话 要赶紧多拉点球了 直接再转进中场 不要再干扰到佣斌 是的 但是这一波拉球 消耗到的资源非常的多呀 是的 那这个前锋 现在这个球的球量是可以去追了 对 那前锋的一个意识 也是非常明确嘛 我就往小摸的方向带 因为那边我自己队友的遗产机 已经修开了 不会去干扰到密码机 是 但是这边有个坏小事啊 这密码机现在远远跟不上 前锋这边直接被炸残 手里没有道具的话 其实很快能够处理掉的 是的 他会被邦邦去卡在这个位置啊 是 这样的话就往小防角落去倒 但是他现在倒地的话 场上密码机远远不够啊 至少得需要一个人过来卡尔明 那相当于场上只有祭司一个人在修 是的 他这一把密码机能不能修开也是个问题 对 我觉得球员者在这种情况下呢 应该尽量想办法去修开密码机 看能走一个还是去拨两个了 现在的话就指望着前锋能多牵制一会儿 但是再加倒 而且可以直接去往三板那边挂 是 往这边脸上一挂的话那三板又被干扰到了 是的 而且对帮帮而言呢 先处理掉大洞嘛 然后可以去逼求人者救人 反应过来了 先不急 插了个盐 知道你们都快起 先要把这大洞处理掉 是的 诶 这边是炸到了佣兵一下呀 是的 这样的话这波救人很有可能会是个双刀啊 而且压到遗产了 场上密码机是远远不够的 是 但他这一波可能必须得来救 他如果不救的话他的密码机永远动不了 对 他得依赖于一波救人 然后尽量的让这个前锋 哎呦 直接炸残了这个佣兵 这不不好救了 那现在的话救人风险很大呀 对 你这个状态要去驳一个开门战 如果说他这一把前锋卖了 剩祭司和佣兵两个人打开门战 这把要保平的话真不好说 是的 而此存者是有必要去新开一台两边反复拉扯的 是 否则呢 帮帮针对于这台密码机来打 你是很容易给到他机会的 确实 这波看有没有考虑说让佣兵这边主动出来卖个脸 然后祭司偷一下 但是祭司这边有没有过来啊 是选择在外面重新开了台新的 那这样的话这个前锋的话可能还是要卖啊 对 两个人的想法可能是说让佣兵去卡尔明 把这个求生者给卖掉 然后尽量想办法两个人去修开遗产机去驳走一个 对 因为他这把的话走一个就可以了 因为他上一把的话其实 队友这边伊莲娜的话是一个四抓嘛 他这边只要走一个的话小局先拿下 对 毕竟我们的一个大分是大于一个小分的 对 这样的话就没有任何风险了 是 那祭司那边的密码机呢 也是起到了五成左右 是 佣兵这的话就护腕肯定是不交了 留四个护腕直接给你打开门站 祭司开门站三个洞 佣兵四个护腕还真可以走一个 对 佣兵在这个地方一定不能给机会了 一旦给机会了 方邦直接就会去找这个祭司了 是的 他这一怀也没办法去转目标 只能先去逼着佣兵的护腕 对 但是破译加速出来了之后呢 祭司破译密码机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只要大概再撑一个五秒钟的时间就能够通电 对 他这的话留两个护腕可以不交 对 而且其实这个时候跟接完者的距离也拉的比较大 而且邦邦现在手上是没有挽留的 一头铁转中场硬是一架 这样的话是一个一架早的状态 这样的话利用最后一个护腕看有没有机会 等祭司点完小门之后抢走一个地窖的机会啊 是的 因为护腕拉开比较大的距离之后呢 是完全可以去围绕着医院跟帮帮绕两圈的 在这个过程中祭司赶紧去点门了 哎呦 我不好说呀 我感觉这真的有可能能平啊 是 这个地方再跳下去 然后再去往地窖的方向走 对 这里的话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就是直冲地窖了 是 还留个护腕 再往前跳 脸上就地窖 祭司这边门已经开了 对 可以直接挤进去 这个时候吃到一个二连架都没有问题 无所谓了 直接跳 那这样的话 恭喜CPDD拿下了一个平局啊 是的 那在第一回合之后 开局是出生在墓地这个位置 想直接去往大门的方向去排一排人 对 其实这个刷点的话 一般固定是去红毯大门嘛 但是现在穷人者非常聪明啊 他不太会在红毯这边多逗留 一般是往中场拉或者往大推拉的 是的 除非真的是一个你追不了的位置 他现在其实追不了的也很精 他就在砍你一环 等到找到之后你绕了一圈了已经 对 那也是会让监管者处于一个前期逛街的状态 可以看到 哎 这个拉火 哇 好准啊 对 那找到第一波节奏非常快啊 就看哼哼的祭司能不能通过手上这两个洞 去做到一个持续的牵制了 是的 而且他这把的天赋啊 是比较针对像祭司和前锋提示的 他是没有带擦刀带了一个抗晕的 对 并且带了一手底牌和挽留 这样的话打开门站的能力也会比较强 但是刚才那个板不踩嘛 这个板不踩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伏比啊 看这个不拉火 是的 前面有一个位置 拉火躲掉了 直接给鸟 好 那这边不急 先中树 这边也是跟你先卡一会儿时间 是的 那在那个板子不踩掉的情况下 其实后续是有可能去做一个二次利用的 是 但是艾库尾这边的话闪现也好了 这边再有一个翻板 那前面大概率是一个闪现带走的节奏 哎呦 直接接一个拉火 天呐 这个洞其实打出来的话也不好走 打出来也不好走 但是他这一波的话等于说是更节约时间了 直接是一个火打断了开洞 对 而且对于故意而言 他省了一个技能啊 对 后续去打手以上的节奏 或者说去续第二步节奏都非常舒服 这一波祭司倒下来的话 满打满算的话两台半 两台半多 那现在就看求狠者的一个救人了 救下来的话呢 祭司还是有一个二次牵制的能力的 但是这个位置 你说让祭司自己去牵制的话 他只能反过来往红毯这一块长墙去牵制 很难再转到中场了 对 我感觉还是说去卡满救一波 或者说也可以考虑去卖了 呃 卖的话 这个密码机应该是 因为外面毕竟有个先知在嘛 我觉得这波卡满救是可以考虑的 对 因为通缉了先知的情况下呢 监管者会直接去续先知的第二波节奏 对 但是这里的话野人是直接不起出状态 直接是人本体走过来的话 看一下这个拉火的机会 那这样还好 就火被拉到的话人是可以扯下来 但是这个话救的稍微有点早 只是跑了一手平安 然后这边的话野人直接上桌 看有个帮操作一下 对 建设帮帮你一下 但是又被直接打断 这个正面拉球意图太明显了呀 是的 其实说刚刚这波 如果说野人在能够拱的情况下 去帮忙拱一下会更好一些 对 但是野人那个角度也不好 他救完人的话上桌他速度还没起 是的 那这样的话野人还要帮稍微陪跑一波 对 现在的话野人要去拖出这个密码器的时间了 有点想法很好想法很好 是想在他钻动之前直接帮拱一波打断他进度 但是时间也是卡的比较极限了 并没有成功的操作到 不过这个板一直不下的一个伏笔就出现了 又给GC一波帮忙拱到了 但是由于爱哭鬼这边是有加速的 并没有去眩晕很久的时间 对 而且这边是直接动右眉打出来 那这样的话这个GC有一定保的时间了 但前锋这边又过来操作 前锋是调完状态之后再想过来OB 球是比较多的 是的 但是这个过程也预示着求人者 其实没怎么修密码机啊 天哪 为什么又是正面拉球状 这个意图太容易被预判了呀 对 而且其实在爱哭鬼手下去 OB是比较困难的 是 这的话撞下来之后还想再帮扛一波刀 对 因为觉得GC手上 那这样一波前锋也倒地了 而且GC也没有盘活啊 对 相当于直接给爱哭鬼去续节奏了呀 是的 那这样子的话先打针对 先把GC给挂飞 然后再回去捡前锋 是的 前锋在这个时间应该是没有办法自愈起来的 而且前锋手上的球不多了 即使队友后续去救他 他的一个二六能力非常的差 对 而且现在给到的压力是什么 他们其实现在来说外面的话是差一台枕 而且野人本身是个半状态 他自保有余 但是救人肯定是不行的 你要让先知过来救 先知过来救的话 你要用先知自己的身体 去强行换挂盘活前锋 让自己去挂 但是爱哭鬼他可以打真对呀 而且监管者现在是知道强者的大致位置 对 外围去拦的话 这个先知有可能救不下来人 因为他没有一个自保的道具 是的 那现在的话只要稍微出去盘一下 确保没有人过来救 即使说有人过来救呢也可以去外围拦刀 对 他现在这个距离的话 他只要请加速带的话 是可以击人同手的 对 看到 应该是看到野人贴过来了 那这个野人你现在是个半状态啊 他其实只要说不是去深追先知的话 你这个野人是一定救不下来人的 对 在密码机没有压好的情况下 求人者也是不敢去救这个人的 这个密码机进度感觉是有点跟不上 这个前锋的一个上挂的速度的 对 因为刚刚祭司挂飞的时候 其实还差一台整机 对 我觉得可以稍微 卖卖卖只能卖 他现在的话可以去把野人去逼到 比较外围的位置 即使你密码机觉得有可能压好了 野人这个倒地落地也很难去扯 对 挂飞了 挂飞 那现在的话直接过去拦这个先知 那这把对于爱护果来说 无论如何的话 三抓是在手的 是的 那先知这边也是提前拉走了 因为他怕直接就地融化掉呢 会挂在遗产机 那就偏向于四爪了 对 那现在先知其实目标很明确 对 我直接拉走 然后让野人过来补 就看爱护鬼自己的灵性 直接先拉一波 夹虎子要回去守密码机 他现在要盯着什么 他要盯着野人 在自己到底一个上珠的一个状态 对 如果说一旦下珠 这个野人是可以追的 那现在的话 看一下前面 其实是由两个火跟随的 对 两个火加一个闪现 这个野人一旦说秒掉之后 再回去管先知的话 这把就是一个死抓 是的 而且他现在的话将野人击倒 还是可以去往大门的方向挂呀 是 这边直接击倒 然后先知这边密码机 还差了刚过扩号 时间不够 那现在的话可以说先挂野人 对 因为野人的话也是一挂嘛 而且先知他自身的一个牵制能力 会比较弱了 主要是先知他这边也苟不掉了 接着知道你刚刚在修密码机 对 没地方可以 我直接就往大门的方向去拉 知道你去往三连跑了 再说句不客气啊 杀人猪心 这个话 他其实现在这个闪现是可以留着 直接去抓嘛 他如果再不做人一点的话 直接切个市场 直接把这个密码机踹了 那这样的话 也是排到了先知的耳鸣 是 那击倒先知也是时间的问题了 前面这个拉火 没有拉到 但是看一下 哎 这边没抽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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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闪现刮了 嗯 影响不大 影响不大 不一定 不一定 如果这一波先知能吸出一只鸟来的话 他是有一个地窖 地窖就在大推的 是 是有机会的 那现在的话这边 看一下这刀 抽刀 经典抽刀 对 那感觉想去走地窖还是比较难了 还是难 还是难 在队友还没有挂飞的情况下呢 先知这边也是直接去往地窖的方向去走 先知现在最后的机会就是看能不能把这个鸟吸出来 一是把鸟吸出来 二是能不能去让爱护鬼吃到一个杂头也可以 也是 但是我觉得爱护鬼的话这个位置的话他就在这等着你吧 嗯嗯 他不会说跟你去近距离一个板线博弈的 是 刚刚先知狗狗碎碎的在这边吸鸟 看出一个小脑袋 哎 这里有个火的机会 直接起加速带了 那前面的话 在加速的情况下 你不动我不动 这个拉火起到加速作用 哎 但是这个换一个后撤看能不能 还是在板里面不敢出来不敢出来 毕竟说在地窖口和刚刚的位置前面拉了个加速带 它的移速是比较快的 是 你很难溜走 我的天哪这怎么走 一个等加速带一个等鸟 但是这个鸟不好吸啊 看一下这个拉火 还是没拉到 想应该是想拼这个杂头啊 是的 因为一旦你这个板子下了 你基本上就走不了了 对 现在其实先知太阳很聪明 他卡在了一个 这等于说是一个树的范围的一个边缘 他知道他一出这个范围的话 一定是一波减速 一减速就走不掉 是的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偷偷去吸吸鸟 是 他应该也是走不掉 对 也是恭喜CPDD的监管者 好 那这个点的话还是去红南 对 那看一下红坎这边是刷的 鱼琴 一个野人呀 好难受好难受 而且这边野人并没有说 还是说前期稍微去拉一下点 对 没有急着上猪 对 但是有个问题 他现在猪被打断了 那这个时候这个野人可以追了 完全可以追了 又被夹到一下 会被直接打到了 直接秒了野人 雕刻家手里 我的天哪 我们都说野人是在这个版本 不可能作为一个突破狗的存在啊 这个野人感觉有点 稍稍有点拖大了 他觉得自己是野人 你不可能去追 所以说他减缓了一个上猪的时间 这里的话如果说这个刷点的话 他开局 他报完一个猪叫之后 应该是直接就上猪会稳一点 对那可以看到监管者这边的天赋 是带了一手底牌挽留 并且带了拘禁狂的 天哪 这个速度应该就是一个蒸发的速度 那这样的话 他密码机真的跟不上 还真有这么一个机会 前锋这边直接拉球 而且撞晕了 撞晕了 然后能够去无上 将野人扯下来 野人看一下后续 有没有上猪机会 可以上猪 前锋这边是个双弹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野人能二六啊 他是可以直接去虚前锋这个节奏的呀 那这样的吧 野人得赶紧去找队友去打打状态了 然后让前锋去站出来 前锋现在在自己的状态 非常不健康的情况下 必须及时的拉球 因为监管者手上还有闪现 得预判闪现拉球 而且关键是什么 他刚才拉了两波球 一波是过来救人的时候撞的 一波是自己走的时候 所以他这块球不多了 是可以追的 是的 看一下前面 再通过雕像夹一下 没有夹到 还好野人那边的话 在中场找祭司调整的很快 是的 那现在这个节奏呢 其实对于球员者而言 是缓和了一点点的 毕竟说放掉了一个倒地这么快的人 是 但是你放走野人的话 其实野人现在破译的速度 也是跟前锋是一样的 他这的话 这个看能不能把他闪现省了 那还可以 直接往外挂 不能挂木地里边 是的 他要想办法 能去干扰到一下中场的密码机 是的 而且他现在是一夹二接的状态 其实是后面是有滚雪球的机会的 但是中场这台祭司的密码机亮了呀 那没事了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他现在这边哪里密码机抖 往哪里去干扰 那可以看到前锋这边也是让队友去执行一个比锈保平的策略了 是 那现在的话 几个球员者队友就一定不能给到监管者在象形坟场上夹到的机会了 对 因为现在的话对于雕刻家而言呢 只需要一夹马上开二接 对 那野人其实现在也不敢吧 你坟场不收我不敢下猪 你坟场一收我赶紧下猪继续破译 是的 那这边剩下几台密码机的进度祭司手上是才开始修 另外两台呢是基本上修了小半台了 是的 那现在的话又干扰了一手佣兵 他这一块但凡能再夹出一下出二接的话 他就可以大胆出去拦了 对 接下来一下呢大胆出去拦手上再有二接有闪现的情况下 是有极大可能将人留在遗产机的 是的 那前锋 呃 佣兵这边往肯定是不救 然后防一手偷人 那看一下外面密码机的话 如果另外两台都在走的话 其实是可以安心过来拦 那这边画前锋直接挂飞 呃 他现在肯定是不能去续拥兵的第二步节奏的 对 最好是能找到祭司 对 直接切船 哎 找到祭司了 但祭司这边已经提前给自己打好了转点洞 那这样的话如果安全 先要转小房 小房这边还有一个洞 是的 其实现在对于祭司的要求就很低了 祭司只要不倒在队友的遗产机 什么都好说 对 而且其实外面三台的话 进度已经都很多了 对 现在的话如果说祭司能够牵制到自己队友的两台遗产量开 这把基本上还是偏向于一个平局的 对 要四抓的话还是很难 他得想办法把这个祭司也秒了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没有太多的机会 是要秒 而且得秒在遗产 因为求人者这边是有怀表的 是 他还是能够去通过一次救人代理遗产的 那这一波的话 祭司也是在消耗自己的道具去跟健万者反复拉扯 在这个过程中呢 自己的队友能及时的赶到最开始他小推的这台遗产机去补上了 是的 你看他这个位子只要这块板不踩的话 祭司自己一个中场转点的攻势的话 这祭司真不好追 现在再想去投向型坟场干扰一下小推这台密码机 求生者完全可以去新开一台两边反复拉扯 不给你健万者任何机会 没错 这边的话小推这台遗产只要野人上珠这边给到你压力 只要这个野人不走你也不敢出去拦 对 野人我就不下珠了嘛 这话这一甲应该有了 直接开二接 那可以看到另一边祭司是在大门这边的红毯 新开了一台密码机 在破译加速出来之后 自身破译密码机的一个进度也是非常快的 是 他现在对于雕刻家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他这边可以投分场过去干扰一波 然后等到自己传送好 但你这波传送好的时候 传到红毯这边的话 你两个人都不好追 然后野人直接点小推的话 密码机还是狗 是的 现在雕刻家想翻盘 他得坐一台 守一台 而且他的向性分场必须拿到求人者的机会 对 但是求人者这边也不会轻易的去摆给这样的机会 这一把雕刻家要四抓太难太难了 对 因为你这个傭兵和野人他有自己拉距离的道具 祭司提前打好转点洞 你向性分场也拿不到任何机会 这就是现在一个猛男体系的一个最大特点吧 真的是你第二步节奏不太好去 是 反而说你前期把这个前锋挂飞之后 因为前锋的道具是会被消耗完的 是 但祭司的洞野人的猪都是会不断再生的呀 是的 是的 哎哟天哪 真的好难受啊 三块钢板谁都不好突破 对 他现在想四抓的话 他除非说他留人在遗产机其实意义也不大了 只要求人者这边保证有人的状态 血线比较健康 能救人能去修另一台就可以了 对 这的话可能他这把要四抓的话 可能得需要求人者给很大的一波机会 是 而且这边可以看到求人者也是及时的去躲掉了雕像 并没有给到经关者太多的机会啊 对 而且这一波你发现没有 祭司他几波啊 就是当换节奏的时候 祭司都是提前安排好的自己一个转点路线 这一波的话对于祭司自己来说 他这个整体运营思路是非常优秀的 是的 如果说他们想打出一个更好的结局 肯定是尽量要保证在开门战之前少有人挂过 是 但凡说你开门战哪怕秒一个 他是一个新屁股直接是刚刚一挂的话 你也是不敢直接出去拦的呀 是的 左边的进度桥我们也是看到嘛 基本上是修了六台 对 两台都压好了 是 你现在的话你想怎么守密码机你守不住了 对 就大胆过来救嘛 就哪怕倒了起来再救 只要把这伯明套出来 这怎么立也是走一个的 对 往大门这边挂呢 祭司在有动的情况下 地窖还刷在了大推 还有一个去拨三处的可能啊 对 但这里的话想去摊用秘刀 但是直接被摇下来了 是 那摇下来之后祭司有动直接亮 直接亮 太难了 这把要死抓 再管佣兵 再管佣兵的话 诶 这个地方应该是佣兵自己的户外 有一点点失误了 对 如果说没有谈到这个角落里 直接去往地窖点的方向谈呢 还是有一个后续走地窖的可能性的 确实 但是野人这边你管不了啊 野人在中央这边一卡 佣兵又是一个超级铁屁股 你这个祭司你要是传送的话 他这边野人救完之后 两个人直接点大门走了呀 对 你传也不是不传也不是 这个局的话对于雕刻家而言想死抓 基本上等于不可能 对对 这个已经基本上是个死局了 不太可能死抓 那这样的话也是想通过相形坟场 他是想如果说能够通过相形坟场 把祭司秒在小门 对 但你也不能去捡他呀 对 祭司自愈又快 你怎么办嘛 传送过去捡 捡完之后这边两个人又走了 你要是不捡祭司一会自棋 还是可以点门 是的 其实还是归功于求生者 在第二波监管者想续节奏的时候呢 没有给到任何机会 没有怎么人挂过 开门站阶段没有上挂飞的人 是 这边直接传送 脸上一个祭司秒了 经典抽刀 但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呀 他这边的话唯一的机会是什么 挂上祭司之后用本场去拦人 但是两个人都有博命啊 他们是可以交互的去点这个门的呀 是的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对于雕刻家而言 是一个偏向于平局的局面了 是的 应该是平 大门这边进度是一半左右 先躲一下雕像 因为雕刻家在手上 技能已经交的情况下 也是没有办法及时赶到的 看下有没有机会把这个野人秒在这里啊 如果说他能把这个野人秒在这里的话 傭兵是救不了人的 手上雕像续不上了 对 其实就差一个 那这样子的话大门应该是可以点开 对 毕竟这坟场的时间不是无限的嘛 你要是无限的坟场的时间 然后这雕像再慢慢续得上 把野人秒在这里的话 傭兵卡在中场有点尴尬 那还有那么一丝丝的机会 但是现在的话应该也是看不到希望 是的 那么经过第二回合的下半场的比拼啊 也是恭喜求人者方 CPTT他们拿到了一个平局 对 那这样的话 总